Hello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好吃好玩投资在金边 商机无限节目 我是主播杰杰 感谢一直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线上朋友们 让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旅途中寻找商机 有很多朋友问呢 什么是风水 什么是好的风水 很多朋友都不理解 或者是说不了解这风水中的奥妙 其实呢 好的风水它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提升你人生的运气 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功德五读书 这些都是影响命运的一些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们讲到风水呢 就是地籍苗望 宅籍人望 俗话说就是地领人节 一方好水土 养育一方好人才 所以说选对住宅的风水方向呢 人员 财运 会更好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风水大师 Master Tony 为我们线上讲解 什么是风水 什么是住宅风水 周遭的环境呢 外部会影响到怎么样的风水 还有最重要的是 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 上风上水的好风水 Hello Master Tony 你好 JJ 今天就由你来帮我们 为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 上风上水的好风水 好的 今天 我会用一些 传统的风水知识啊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风水 很多人有 在风水上面有很多误解 就是说 他们认为说 百吉祥物啊 还是什么 就可以 有很好的风水 很好的运程 其实不然 风水讲究的是气跟运 什么叫气运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除了气运也要有 很好的水 就是 那个地理环境 也要有 一定的先天的条件 那么 让我 share一下 我的 我的 slides 我很早 很小就接触到了这个中华传统的叔叔啊 以阴阳五行来看风水 那么 有很多老师 但是 我最终还是 在马来西亚学到了我的风水 在谢老师的指导下 学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风水 什么叫做风水 风水其实是中华的环境学 我们这一次讲的外局 就是风水外局 风水对我们人有什么影响呢 在一个 一个人 在一个环境里面 如果这个环境是 有利于他 或者他 那的气场 有利于他 他就做什么 就是顺风顺水 得心应手 那么 如果这个气场 或者这个环境 不适合他 那么 就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比如 不能聚财 在事业上面 有问题 或者是健康上面 甚至人际关系上面 都会受影响 那基本上 风水有哪几种 基本上是两种 我们在看鱼的时候 一种就是阴宅风水 另外一种 就是阳宅风水 什么是阴宅风水呢 阴宅风水 就是我们祖先 的目的 以现在的看法 很难去 勘察祖先的目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国家 不要说新加坡了 甚至是中国 他们也禁止土葬 所以也只能说 那个 放置骨灰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如果是 讲说堪于 来龙去脉 那个风水保地 什么龙穴 在当现在的社会上面 是应该是 比较难的 那么阴宅风水的 效果 会来得比较慢 可能是隔代 或者就是 葬了 葬了阿公 孙子 就会 受到风水的影响 受到好风水影响 或者坏风水的影响 那么要快 通常我们是看 阳宅风水 阳宅风水 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 办公的地方 货仓 还是 那种电屋 这些都是属于 阳柴风水的范畴 那么在风水上面 很多人都会以行煞来论 外局 就是说有尖角 或者就是反攻煞 或者是路冲煞 以下我会跟你们讲几个 外局 行煞的例子 就是路冲煞 这个是住宅 如果有一条路 从窗口 从门看得到的 一条路 直直冲过去 这个叫做冲煞 这个叫剪刀煞 两条路夹着一座 阳宅 这个叫做剪刀煞 那么这个就叫做反攻煞 如果是在 攻的对立面 那就是凶 攻的另外一面 就是击 这就是外局行煞 但是 我在 我是觉得这种行煞 还可以化解 但是 我们风水讲究的 还是理气 什么叫理气 也就是说 我们那的气 东南西北中 就是西北东北 这些的来的气 是不是适合我们 很多人在谈风水的时候 都会联想到九运 风水九运 九个运 就是一运 二运 三运 四运 到九运 什么叫做 三远九运 就是 每一个 年运 它都会有 一个方向 那么 那么 很 在 2017年 其实 九运 已经悄悄的到来了 所以 在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 如果以 九运来看的话 我们都是选 做南 朝北 或者是 做北朝南的 房子 那么九运 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就是它很配合 一运 因为凡事 你是向着 南方的房子 你一定是做北 那么如果你 做北的房子 就一定向南 那么九运 是南 一运 是北 所以你一有 这样的房子 你就有 四十几年的 运 这个 就是九运的 一个基本的 一个 解释 其实 很多人都 不知道 其实九运 已经在2017年 已经悄悄的 进入 我们的 这样讲 影响到我们的 风水了 所以 我也是开始 有时候也是开始 用了九运 这是 千天八卦 OK 在风水里面 很多人就讲 来水 来水 什么叫 水 水就是 我们可以从 窗口 或者是大门 看到的 山川河流 那么它是 从哪一个 方向来的 还是它是 一个 固体的 一个湖 还是一个 池塘 还是一个 蓄水池 所以我们 我们就 以 它的 在哪一个 方向 流向 哪里 而断定说 这个 来水是 好 还是 不好 那么在 当今的 就是说 现代的 社会里面 尤其 好像新加坡 这种 高楼大厦 很密集的地方 要看到水 基本上是 比较难 所以我们就用路 或者就是 走道 或者就是 一些 行人道 来断定说 这个是水 它来的方向 所以好像你看着电污 要看 知道说 哇 哪里 人流来的是 比较多 那么 以这个 人流量过来 这个方向 是什么 我们来断定说 这个是不是 好的风水 那 当然 就是说 自然的水 会 比较 合适 比较容易 酝酿 整个洋宅 讲 讲 就是说 就是 比较 滋润 那个洋宅 大致上 我们在论水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种水 但是今天我们论的是 两种水 一种是先天水 一个是后天水 先天水是 讲人丁 人脉 那么也有讲人流量 那么在一个 商场 我们当然是要人流量 多 那么也一定要看到 先天水 那么在 摆局的时候 这个就会 考虑在内 所以 没有的先天水 我们的人脉 人事 就会稍微 逊色 OK 接下来我们谈 后天水 后天水是以 正财跟偏财来论 所以 一有了 后天水 我们在短期内 看到效果 看到 财力的提升 是非常快 所以要 通常 有了先天 后天水 那个地方 就会 人望 人丁望 跟 财景也望 我们要 我们要怎么 注意 我们四周的水 OK 一定要从 大门 窗口 或者阳台 要看到这些水 如果 我们不能说来 我 假设说 我住在 十里达 我看到 乌洛西水池 那个是水 不可能 不可能看得到 所以 我们在论水的时候 一定要在窗口 望过去 要看到这个水 或者在 开门 就看到这个水 但是 吉凶 一定要以 水来的方向 来论 我在一个 巧缘之下 我跟 NG有聊过 这个地方的 风水 那么我 发现到 它的 地理位置 很特别 是一个 可遇不可求的 地方 三江四水 而且 我 看到了之后 我就跟 NG讲 哇 这个地方 如果有 一个发展项目的话 它 应该有 最起码 四十年的 运 为什么 因为 它 有得到了 南方 九运的气 又有 北方 来的水 所以 就变成说 它是一个 地理位置 非常 优秀的 地方 可遇不可求 那么 发展商 把它 叫做 紫气 东来 因为它的 大朝向 是向东 那么 一有 这样的 坐向 它的 后天水 是从 北方 而来 所以 在 我就 看了 它的 视频 我有发现到说 它的 四周围 是没有什么 形杀 因为它 高 而且 也看得到 北方水 跟 南方水 所以 在整个 风水的 格局来说 它是 有纳到了 后天水 那么 我也 继续的 问下去说 它的来路 就是 怎么进去 这个 发展的项目 这个 紫晶 紫晶 一号 我是 问了一下 我很紧张 因为 如果有了 后天水 但是 没先天水 就 也是 美中不足 那么 NG也跟我解释了 NG对这个项目 也非常的 了解 它是从 从这里 它这个码头 从这里 如果 沉船过去 或者是 坐车 都要 必经之路 就一定要经过这里 从这里 拐了一个 弯进去 那么 我有在 看到了 那个放大的 图面 这个一拐 进去里面 其实 是先天水 有进到了 这个发展的 项目里面 也变成说 它的 先天后天水 都有到位 那么又 纳到了 久运 跟一运的 年期 所以 很多时候 在这种 风水格局 我们也只能在 外国看得到 在新加坡 基本上 很少遇到 少之又少 那么 它的房子 我相信 它也 发展上 也考虑到 这一点 这是 one of the 它其中一楼的 整个楼层的 一个 floor plan 一个平面图 那么 你们有看到说 这个是 北方 这边 是 南方 你站在这里 可以看到 北方的水 也就是有 后天水 有财运 那么 从这里进来 后天水 也补上 这一排 可以看到 北方 又可以看到 那个 三条 江河的 那个 据点 也就是 在 南方 也 纳到了 九运的年期 换成 一运的时候 也会 纳到了 北方水 那么在 先天水 后天水方面 它也会 得到的 一定的帮助 我在看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跟 MG讲说 这个地方 很稀有 所以 我就特别的 特地的去 在深入的研究了 它所有的形式 才会说 感觉到说 这里 应该是 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 sorry 在我们在 论风水的时候 外局 是 可遇 不可求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办法 摆 自然界的东西 内局我们反而可以 稍微的把床 移一下 这些 但是 不重要 因为 外局 已经 那个 先天的条件 一定要有 那个是我们 人类没办法控制 那么这个地方 我觉得 我觉得是说 非常的 这样 气势也是很旺 因为我看了 它的那个视频 整个气势也是很旺 那么在 我也是有问了一下 它的赌场 刚好在这里 赌场 正好在这里 那么我也问了 NG的团队 它赌场的门 是不是向着 赌场在这里 是不是向着这个 三江汇聚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们对 这个地方熟的话 你应该知道说 这个赌场 应该是 连续 有很多的发展 所以 这个气 是 很足的 所以 在整个风水来说 气运很重要 它是最基本的 这是我一些客户 给我的一些评论 我通常没有摆什么东西 我是以气来断风水 因为我是 理气派的 那么 我只是说 这是内局 但是外局 我通常我在论外局的时候 是会很局限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就没有那个 所以我第一次遇到说 不是说第一次 很少遇到说 有这样大的一个 气场 来滋润的一个风水的洋宅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谢谢 这个 Master Tony OK 你刚才讲到这个先天这么好的一个自然的环境 那我们线上有些朋友在问是说 如果是说你要住在水的水边 当然了也包括这个海边 他们就会问到说 那我住在海边 岂不是风水更加的好 更加 通常我们论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感 那么海边呢 是一个太宽阔 变成说你杂气太多 我通常是很难论的 那么最好就是 这边有陆地 这边也有陆地 你就变成说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 你这个水 这个气 是怎么来 是从哪一个方向来 那么我问你 你站在海边 风吹过来 东南西北你都不懂 它从哪里来 就是说有一个渠道这样下来 然后刚刚好可以收纳住 这个好的风水是吗 对 不可以像海边这样 无边无际的 你这样反而就很容易 很不容易纳财 收得住那个财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风水 外在的环境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要拿到 这么好的一个自然的环境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刚刚从这个紫禁一号 La Vista One这个项目来看 它可继承着这个酒印 酒印 刚才这个Master Tony有讲到 是说从2017年已经开始了 所以接下来40年 因为它是这个坐北朝南 或者是坐南朝北 刚刚好是这个方向的 它的面向是朝南的 然后后面是这个 有些单位是朝北的 所以刚刚好纳入了这40年的这个酒印 然后呢 现在我这个上面还有一些 这个我们线上朋友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看 OK 我们线上朋友讲述说 我们只是拿来做这个投资的话 是否我们没有自己住 我们只是拿来做投资 可能我只是拿来做 每个月收那个租金 Rental Income Passive Income 这样的话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处 I mean 有没有什么benefit到这个owner 就是买家 OK 通常 只要名字挂在 那个屋主的 那个房子 那个什么 拥有权是挂在那个屋主 就一样会有受益 会有所帮助 很多人在租房子的时候 也是 在看风水 其实租客也是在看风水 就这个意思对吗 对 所以租客在看到这样的风水的时候 可能他自己也有一个风水师 来跟他说 所以你变成说你这个东西很容易的 就会被 租出去 那么在 在聚财方面 你看 讲讲呢 我们通常是 有一个拥有的东西 好像你拥有了这台手机 它的功能是怎样 会影响到你 跟房子的原理 我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外部 外界的这个磁场 它会吸引到这个拥有者 对 当然了 这个租客也是会 因为我们想想 这个Lavista One紫禁一号 它是属于比较高档的 这个公益项目了 所以住在里面的人呢 一般都是专业人士 或者是 去这个柬埔寨金边 发展的一些商人 做生意的 当然他也希望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 这个住宅环境 来增强他的这个磁场 比如说他给他带来好运了 他不可能是住到这个 什么都看不见的 我们讲说地下室 这样你如果说住在 Basement的话 地下室的话 这个什么风水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洋宅 是我们的充电宝 每天你回到家里 就是有好的气场在充电 这是很重要的 OK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现场朋友 应该是都可以理解 不管你是自己住 还是拿来做投资 其实真真实实的是影响到 这个房子的拥有者 当然了 你也给 接下来你的住客 也带来了很好的运气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这个风水大师 Master Tony 这么精彩的线上风水讲解 其实风水中的这个水 真的太重要 刚才这个Master Tony 有讲到 先天水 它是往人脉 人丁跟人流 人脉其实真的很重要 来取决于这个先天水 那后天水的话 它是旺财 你要有人脉 人流 你才可以旺财吗 对不对 其实都这个东西都是 一致一贯性的 旺你的偏财 旺你的正财 其实财分两种 一个是正财 一个是偏财 所以这个水 真的是很重要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在这个绝佳的风水地理位置的话 是不可以错过 那接下来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可以不可求的上风上水的好地方 我自己看着这个人在一起玩 一期就应该不会一样 就应该不会就像是一个某种 我自己看着这个人 是什么 怎么办 的 我那有什么 我自己看着这个人 有什么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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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OK 大家都有看到了 这个就是一个紫棋东来 这个两栋楼刚刚好是对着的方向是这个东边 Master Tony 刚才你讲说紫棋东来 因为这个La Vista 1它的名字也取得很好 叫紫禁一号 为什么紫禁一号就紫棋东来 你有看到吗这两栋楼其实它的这个V字形 它突出的那一个点呢就是对着它的这个东边 也就是气场从东边这边过来 对吗 它在做这个整个规划的时候 它们是以湄公盒为主 很巧妙的说如果它不是以湄公盒为主 它们就没办法拿到这个先天水后天水 这个就是那个紫棋东来的含义 所以这个老实说在一个程度上面 即使我给了你一个很好的东西 你不会加以利用加以打磨 你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那个功效 所以在发展上是以湄公盒为一个朝向 虽然在风景上面是很好看 但是在风水上面它也起了一个十分大的作用 不然的话我刚才所说的理论一切都不成立 但是这个刚恰好它是像这湄公盒 紫棋东来 就是发展上这个利用了这么好的一个湄公盒的 首先它是个先天性的一个地理位置 然后它加以利用 一定要加以利用 如果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的话 其实这么好的这个风水也被它浪费掉了 就这个意思对吧 然后它的朝向呢 它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单位是朝这个南面的嘛 刚刚好是三江汇集的 就是湄公盒 洞里萨盒跟白色盒 三江交汇的这个点 那我们来怎么来这个诠释这个交汇的点呢 交汇点我们可以称它为这个聚宝盆吗 可以啊 还是说这个财就是说它的这个财源的一个交汇点 它是第一它是三条江留在一个汇聚点 假设说 你紫金一号是在它的另外一个方向 它根本就影响不到紫金一号 它刚好紫金一号是在它的北面 也就是说是在那个三江的汇聚的地方 是紫金一号的南面 那就这么巧的 它可以拉到那边的汽流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可遇不可求 就是这个原理 是真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好像这个刚才我们 Master Tony也是有帮我们这个做多一点 就是刚才这个赌场 它也就是它的门正好是对着这个三江交汇的这个点 为什么因为一般赌场的话都是有请 真的最高级的风水大师来看过的 因为这个是包括我们新加坡的MBS 金沙也是有请风水师来看过 有怎么样来纳财 怎么样来挣财的 对吧 那它的面相刚刚好是对着这个三江交汇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索卡酒店前面 刚刚好 然后呢 它就是可以把这个财全部吸进去 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我们这个Lavisa湾紫禁一号的刚刚好也是面对这个 然后把新天水后天水全部纳入 这个紫禁一号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开进去 开进去的时候刚刚好可以纳入 它的这个收那个财 对吗 如果没有这一条路的话 可能也很难这个纳这个财 刚刚好它的路线也是对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 那其实呢 我们讲说这个风水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是无穷无尽的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知道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呢 请联系我们这个上面的 Master Tony的这些联系电话 如果你要想知道你投资的公司 你的厂房 你的公司office 或者是你的货仓 或者是你自己自住的单位 住宅单位 或者是你租出去做投资的 你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Master Tony 做一对一的这个详谈 如果关于这个风水上面有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联系我们Master Tony 上面呢有两个联系电话 你都可以做这个联系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Master Tony 跟我们做这个线上的一些风水的讲解 这个是真的是对于我们线上的朋友 你要投资还是自住 你在买房购房的时候 如果可以选到外部环境好的 你就又就尽可能的去选这个周遭环境比较好 对你影响就是说接下来20年或者是40年的运程呢 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有我们紫禁一号La Vista One 这个赞助播出 那La Vista One呢 Sales Office呢 在新加坡的Archero 也就是Center Point Shopping Center Jesco Share Office 在四楼0404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关于这个柬埔寨的发展 柬埔寨的投资方向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这个紫禁一号La Vista One 这个项目 整个楼盘 包括它里面的单位 或者是它的面向 它的价钱 您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进行侠谈 请拨打热线电话61001069 这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所以呢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 跟我们预约 然后做一对一的侠谈 今天非常感谢Master Tony 请继续锁定 我们这个每个星期五晚上八点的 好吃好玩 投资在今边 商机无线节目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